侯夫人 刚刚我遇到侯夫人身边的东卿 她说侯夫人想过来看望你 顺便也和您商议善面秀样的事 这才过门多久 就急着笼络人心 不过也真是难为她了 一个数厨女子 谁能信服 如今乔姨娘 得太夫人的信任 执掌中愧 侯夫人心里 只怕是慌着了 所以才急不可待地 想笼络夫人您吧 那要看看她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乔姨娘仗着自己是名门嫡女 便不把其他姨娘放在眼中 我瞧着也是心烦 夫人 侯夫人来了 说着就来了 不过了 仙主 四嫂 唯有身孕不便起身 还望四嫂不要见怪 四嫂请坐 我近日过来 就是想看看 仙主平时喜欢的绣品 你做善面参考 四嫂为了这点小事 可真是费心了 小兰 是 小兰 超兰 是 一五月 不过 se 是 东清 仔细指甲刮花了绣品 我仔细着呢 这绣品怎么保养 我比你更清楚 这些绣品虽然精致 可不论是布料 还是针法图案 都和娘的那块大相径庭 看来 县主这里是查不到线索了 奴婢听闻 侯夫人得名师真传 不知可认得手中这件 出自何处啊 这种苏绣不太常见 丝线选色避开鲜艳颜色 稳重大方又不是活泼 似乎杭州的吉封堂 有位苏姓绣娘 便是如此风格 我这里的绣品 都是厨子吉封堂 用不惯旁的 涮面绣药 就不劳四嫂费心了 那既然这样 我就不打扰县主休息了 辛苦四嫂跑一趟了 丹阳就不远送了 那县主好好休息 倒还是有点见识 四嫂费心 不愿意 不愿意 做善念那么简单吧 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